看来黑魔法师的荣耀正开始衰败 这一次矛头对准了西蒙波洛金 他受到不明分子的恐吓 这些电话的内容只有一个 我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要退出这个计划 然而黑女巫并不害怕 人生中最恐怖的只有死亡 所以这种威胁对我来说 是可笑的 白队也抱怨被迫自我防御 在品面内压力由160上升至180 而这些数字之前并不存在 在我们居住的酒店的门槛处 不知道从哪出现了石块 主要嫌疑人分别为安东科仁和安德烈巴拉斑 因为只有这两人没有被不明者攻击 我认为安东就像阿曼娜 这样的行为是不会发生的 原来是吉普赛乌师威胁安德烈泄露金 即使这确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源破坏 他换弄着手里的刀并威胁地说 我可以从耳朵切到嘴巴 然后他笑了很久 只是不知道这是真的 或一个玩笑 然而 还有关于其他官员的意见 传闻 阿曼娜则是戴西娜·西蒙鲁河的老师 当初视着她的眼睛时 那样的毛骨悚人 说实话 我是害怕的 也不希望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敌人 戴安娜·西蒙鲁河是吸血鬼女巫 四年前 她在自己的黑魔法仪式上 因使用流浪少年的血液 而被追究刑事责任